好,歡迎大家收聽動漫生物電台的逢星期四晚上載的,有今天補新番的時間 下載的方式可以請到我們的官方網站,acrobridge.org 四晚就可以找到我們的節目的下載 如果在星期五的直播時段想跟主持人做一個互動的話,就可以下載Skype,acrobridge.radio 或者現在去Facebook Group都可以很即時互動 因為我們經常在直播時段都是看著Facebook 現在的低頭族都是類似這樣的情況 我們在Facebook搜尋動漫生物電台,或者acrobridge.radio 就可以找到我們的Facebook群組 你們是怎樣的? 我們沒有說的,開始吧 開始吧! 先說一件事,最近大家如果看Twitter或Facebook 都會看到一個消息,說日本會對於所有海賊版的網站 就會作出一個驅逐,要掃除他們 即是趕出城牆以外 另外就自己軟眼兼斯推出另一個網站 也叫做MAG 即是MangaAnime的Guardian Galaxy Guardian 他引用幾百日圓給海外的人 以一個合法的渠道去看他們提供的Animation 他軟眼兼斯做了掃檔 但暫時大家都是沒有害怕的 因為很簡訊,其實掃大陸的動畫網 應該這麼說 如果你是傳統一些方法 例如是用P2P的手法去放片的話 他間中一連平一兩個 當作交了貨息,即是交了差 因為始終P2P很難捉 你捉到他們的蝦毛 而且他們實際上不論字幕組他們是沒有收入的 即是純粹靠叫做友情、疑血 或者他們不知道什麼地方收入 但基本上是外外看得到的就沒有收入 而這次他們想打的打大佬虎 即是來BillyBilly 但ACFund有一段時間 這個星期都是上不到 他經常都由.com轉到.tv 又是.tv轉到.com 可能會害怕外奇藝 因為其實重點就是 你BillyBilly ACFund是賺廣告錢 很簡單就是 你真是賺廣告錢 你又是有錢落得還有很多錢那隻 如果你說放P2P純粹有地下交流 OK 那大家沒錢 你沒錢代就算好了 你有錢就還這樣 很難不動你 很簡單就是 P2P有了這麼久 初次說什麼又不是 結果現在不是一樣放 P2P暫停他不理 因為你真是不知道怎樣被他追 站長說 那我管不了的 放了你上來 我雖化了 也雖化了 但你整個站在那裡 賺廣告錢 我刮你容易 騰訊 其實他真的有馬版權 所以他真的明不扔 ACFund 不過這些 我暫時來講 應該有的 指大學去作風 那一陣子好事 英文那一陣子都不關我的事 反正我都不用這視頻網站 因為一來難練 而且是很難對的 那些蛋膜很煩 不是很煩 是很低品味 那些蛋膜有時候是完全 是高學雞的娛樂 是這樣的 村民是這麼想的 大陸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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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即時 那星期就出現 這什麼事 怎麼講 超流劇本譯 有多難 而Space Sandy 現在上一樓是即時 我覺得 我一定是用大陸譯名 不過 我沒所謂 反正我也不看視頻網 就是 魚無飄血的人 他會是生育的 你不怎麼想 村民不是不可能 村民很多人都去看字幕 不是 我是不看視頻網站 不是不看字幕 現在是看字幕 全都是P2P的 字幕 我應該說視頻網站的好處就是有些沒有字幕做的影片 有些人自己用膽子去做 用留言方去做 生日都可以吃得 即是說是少女戰車的OA版 不是喔 TQ應該是這幾天出的 不知為何月頭就有了 有人放腫 我不知為何他找到一條腫 是有人做字幕的 但在一般POP集是不見有的 不過這就是另一個問題 反正那個月看看 不是明天的事 是應該等多一個多兩個月看看 洗完太平地之後情況是怎樣 應該怎樣都要做一段時間 之後再回復就不知了 好啦 講了這部新聞之後 還有一單新聞 別人都在大陸都索不到什麼的 大陸那些東西 還有一單新聞 就是聲優 本名洋子 即是Precura裡面的PrecuraBat 昨天宣佈結婚 其實很意外 我以為他結婚了 想不到他現在才 即是說 元祖江跟三人祖 裡面只有Yukala一個未結婚 還有另一單 跟Yukala間接再介紹關係 就是 一向以來聲優差眠之和 是出了名是cheater的中讀者 但在27號之後 突然間就不知為何 他留了一個意味不明的說話 我常常忘記他說什麼 會不會是Google Plus 因為他考慮著 他不知怕什麼 然後就突然停止消息 不過暫停沒有什麼消息 在這圈裡面的工作量 他有什麼冬瓜豆腐 應該很多人會馬上知道 應該不是病啊傷患 可能他可以打擊吧 誰知道他 今天清洗救回來 今天一定清洗創到7月回來 先提日本的新發 即是上一集Connor也說過 我們應該是跟手說 殘響至Terran 不過我想少一攝 環月風情帶大家看一下 環月風情 帶大家看一下美國的動畫 環月風情 那就是Ruby的第二季 是Ruby的第二季 在之前我們也和大家 Round up過他做第一個Season 他這些杯麵翻 杯麵D 因為他大概10分鐘左右 做第一集 就在那個敵角的組織那裡 那現在他就好好照 新的女角 青色頭髮 綠毛那個 去不斷搜羅一些Object 或者找回其他的獸人 那為什麼他們自己鬼打鬼呢 暫時不知道做什麼 女主角那邊四人組 更加不知道做什麼 只不過在飯堂裡打一頓死 每人都不知道做什麼 原來為了表達動作 或者是MMD 他做得多有趣伶俐 以及滿足粉絲 就是看一下Ruby 他抱著Vice 暫時把所有角色 就全部介紹一次 第一集 大家看這套MMD 鬼佬版盟國的動畫 有別於日本 做法 另外一套 大陸的動畫 我上一年都會和Ruby一起介紹 就是超限聶兵凱倫 超限聶兵凱倫 為什麼他是第二季 還是第二季 他是第二季 第一季沒有看完 第一季是二十六集 第一季是二十六集 我沒有看完 我跳下去看 但跳下去看 我就發覺嚴重了 那個故事 只有蕩獻回場也太重要 三個男主角 他們的關係 差不多天龍八寶 亂到八個燈 一開頭 玉庫岡 就已經很快死了 以後才是傳媒回憶之中 但經常被丁翊回憶 托雷 他邁向著馬沙化 由他的妹妹 以文公子混合之後 他很掛著 CAMY 他也掛著 是女主角 紅色頭髮 你當是一些敵角色 是懶的女人 我覺得像是懶的 是懶的女 是女 是 CAMY 越來越遠 已經是投向了海賊 他未來的新一季 他那部緊戰海能 換成爆擊海能 已經不是跟男主角一方 丁翊經歷了戰爭之後 他自己退役 雖然是男主角 但他這次是沒有軍階 完全是一個自由人的身份 他寫了故事 他改善在德雅 他仍然是留在軍隊 由他作為主軸 去講這個故事 一個故事來說 其實出火意料 如果我跳著跳著來看 我很多東西都看不明白 因為他的故事 訊息量原來是非常大 他是寫到 一開始他的H1Z1的疫症 引致到 越火星文 很厲害 XZ1 地球軍 他是三方的 膠戰 海賊 一時光月球 一時跳過去阿邦 火星 這些架構 而一部機械 你不駕駛追 你不駕駛追 原來是很難看得明白 他的畫面又做到這樣 2D那時候定格 給我看 回憶是定格的 喜有此理 你會不會低成本 現在他又有新一套玩具買 希望他第二季做得更好 那你會不會繼續追 其實我也是跳羊追 今季有很多好東西 我們上兩集就介紹了 還有另一套 重點就是 導編獎狼的 阿陳和阿倫 我們要開始 回到日本 這套是本季 導編獎狼 是今季兩套作品 一套是Shenny 繼續有病 有一套玩經驗荷里活的 國毛青春片 是看到嘴唇的 大家完全嘴唇 沒有嘴唇 而他在宵魚的那一集 是玩了畫面的表達 所以之前一集 就是由之前 叮噹那個湯錢證明 總之就是徹底有病 大陸很開心 這裏就剛剛相反 是挺幽滿的 一開始就說 兩個 應該是少年 外表像少年 連領都應該 沒有說話 沒有說話 未必的 樣子 總之一個是 一個是 外表就是一個 高中生的男子 在東北一個核廢料工場 偷了筆 半年後 這兩個少年 轉學到東北的高中 然後 利用參觀刀廳的時候 炸了刀廳一部份 第二集 然後再發佈 讚宣言 炸了六本目的警察局 故事就是看兩個部份子 和警察的鬥志 暫時 暫時都是一個 孖族老鼠的遊戲 九和十二 另外一條腹腺 我也不知道說這個 哪個女子局 他算不算是腹腺 就是說 第一集 那一集 阿奈和阿12 走去炸 新疏刀廳的時候 遇到一個 他們轉學 轉學了去那間學校的 那個女生 那個女生 一直都是 受欺凌的對象 就躲在自己一邊 在那個情況之下 因為他們犯案的時候 就被這個女生看到 結果 他就被選擇 那個女生 究竟是 成為他們的共犯 協助她 炸這個刀廳 還是讓她 自己 抱著炸彈 死在這個刀廳 聽到她 都說明 不幫忙 就殺了她 這個喪女 我不知道 什麼喪女 不知道 喪女在第二集 好像沒有答應 什麼沒有答應 什麼沒有答應 又是那些很暗筍的性格 就是 你說怎樣就怎樣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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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集 第三集 就開始鋪 另一個 另一個 警察的角色 就說那個警察 本身 就是 一些 警戒精英 但是 因為 之前查一宗案 就 查到入了肉 查得太入肉 查到 老虎頭神聖室 沒錯 原來就是警暴的高層 沒錯 結果就被人騰冬菇 但是來到這一次 就 相對地無後顧之憂 就 好像 想Fight Back 去 跟這兩個少年 炸彈魔 決一死戰 這樣 鬥死鬥志係 即是第一次鬥志係 暫時 我覺得這次是鬥斗子式的對決 什麼斗子式 因為 很有獨棋風的影子 也是 像暗戰 就是找一些 懶知識 神話 去透過 少少的 說話的 顯示 Youtube說的一兩句 閉腳 經常猜到 是兔方神的神社 明顯你又 你又不知道 究竟 做賊 現在那兩個 是想怎樣 但是 做警察那個 更加一心一意 想去阻止 做賊 又被迫著 要跟著他的節奏去查 只是在警方Youtube 兇他們兩句 隨時知道 我不見到警方 對他們兩個 有任何威脅性 總之都是 他的故事的發展 都是沿著 兩個炸彈魔 一直去 深化 所以說 出了三集 就放了三個炸彈 我覺得 他的追悍性都很強 暫時來說 是很人人的性 由他們兩個少年去想怎樣 但不知道他們想怎樣 不斷放了一些 Monsters式 人才訓練的回憶 這幾個年輕人 還有Five 一個女生 主要的主角 Five 還未出現 可能死了 Five 白色頭髮 可能死了也不定 也可能 即使是 他的年齡 還是他的經歷 都不知道 本季裡面 有幾個 完全沒有感情 是冷漠的角色 這兩個我會接受 只於是那個 11 還是冷漠 他的冷漠是正常的 當你一個可以有本事做炸彈人 我覺得他是那些 少年兵那類 環境長大 他一定是 Hacker技術就很明顯 很高潮 應該是恐怖分子 訓練 很明顯是恐怖分子 我暗示的是 阿當Celo的男主角 四集 五集下來 你可以 你冷靜到 我懷疑 我突然看完 看第四集 我有一個平外話 我覺得 好像 阿虛圓去玩一隻 玩一隻遊戲 架成一個遊戲的男主角 即使是機械人 他用陷阱當然是冷靜的 有很少人 很大部份人玩遊戲都很冷靜 當然 可能玩遊戲很冷靜 當然要玩遊戲很冷靜 當然要冷靜 你這部機械人 打死也不關你的事 所以就這樣 分成有數而已 分成有數而已 專業的殺手 分成有數而已 分成有數而已 什麼時候被人招去入罪 手指口磨到起了枕 OK 這一套 暫時來說 我都覺得 在今季來說 算是 算是最出色的那一套 幾乎不論都好 這首歌的開放多奇葩 也好 即是原意性 都可以引我 繼續看下去 這一套 至今它始終都是 始終都是原創故事 你都不知道它會發展到什麼情況 所以都 都值得繼續追下去 然後 Cycle Path 新編集版 有什麼說 沒有 沒有 下屠 我暫時馬戲團片 首先 請忘記有第二部的存在 他這個都應該 是無似第二部原創 江田大審的原創部份 總之就是 要死的人全部沒有死到 有出場的都有出 但是 只限於原創有出的 即是 那個 他這個 劇情 應該都是 回回 回回 第一部 應該不是之後 應該不是之後 應該是第一部中間 總之就不要有 你不要理到第二部吧 我這個時間線 那方面 可以是 放在第一部中間 即是 它還是維多利亞 呂王的走狗 這樣說 呂王還未 還未 移動身中事件 那小少爺 跟管家 去了 賣團 因為那個賣團 來了之後 失蹤事件出現 那他們就混入了賣團裡面 調查 好像吹笛人一樣 去拐大了 暫時說 只有三十年 是未知道他在說什麼 即是劇情未去 正常 那 升丘就是那幾個 新家賣團 那個 比較有名的 那個就是 公義真手 好 甲斐田魚子 那些 大致就是這樣 不過 這次就用基地運行 那就祝你好運啦 OK 沒有了 沒有好說 因為真的三十年 講到什麼 那總之 這套我暫時看 它都是一季的貨幣 因為它 賣團編 那麼簡單 那 好了 還是解決完 這個 這個事件 那就 結束這樣 因為 我看它的東西 都 都不像 只會是 真的 真的 會 將它整個原作 翻天覆地 有一個變化 所以都 不太特別 然後 六答間之侵略者 一套後宮翻 第一集已經是 勇了四個人 勇了四方勢力 一個是 男主角 李健在這間房間 中村友一 再做一個後宮 開瓷旁 本身那個屋主的女鬼 被一班人強佔了家 強佔就是 男主角 男主角都是 其實男主角都是侵略者之一 然後地底人 外星來的公主 更多 男主角 男主角 李健搬去 找了較便宜的房間 怎知道 那間房間 由地底人 魔法獅子總之 帶來爭奪 男主角為了守護一間超便宜的房間 就跟這班女生在那裡 明爭暗鬥 首先 就用啤牌去引他們落搭 就是想著天仙局 我贏眼 怎知道地底人 一直贏到最後 於是近日的集數 就說說 透過馬拉松的比賽成績 決定他們的領土分配 令到Cosplay少女 第三集那裡反勝了 還認識到一個白俠的女朋友 白俠女朋友 男主角是在想同班同學的黑場直 怎知道 被Cosplay少女的廢柴 感動了 變成全力幫Cosplay少女 這套 我看的人說 這套 其實真的 可以進入一些正題 白銀事件 是去第六第七集 應該播不到那裡 即是說 前面那裡有一大堆 是那些 笨沙式風格的劇情 很大消心 笨沙 笨沙炎 不是像笨沙 一樣的 都是大消心那些 這次 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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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 低能式搞笑 無理透 但是 這次 聖南主角 就是中選由一 所有 政女主角 都是新人 由小魔法少女 非常慘烈 幸好 正女角 正女角 跟班 伯手 那些 公主 跟班 就做一件沙子 至於那個 卑尼夫 地底人 跟班 就是游獄碧 和周格彩雷 兩隻公仔 然後 自己的監獄 就是周麒麟 而 學校的學者 就是高本衛 高本衛 是稍微有名氣的 其實我幾喜歡他 不知道為何熊度 周麒麟 是馬力榜 其他三件 就是 除了 兩個 都叫做黑露露露露 都不懂的 又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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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 又木 又木 對 媽 她 好 不 不是 那 食物 非常 我的 其實 如果 不 漸 深 所以 這樣就簡單一點 然後東京ESP 食靈ZERO的一個頭轉還是前轉 食靈的前轉 同作者的同一套作品 同一個世界觀 同一個世界舞台 但兩套作品是沒有關係的 簡單的說句就是 日本版的X-Men 超有力對決 你只看女主角的父親 他不是Vulmarine 總結劇情就是 女主角突然有一天 看到一隻會飛的企鵝 然後被一些會飛的金魚撞到 然後發現自己擁有穿透死不動 不同 像X-Men X-Men沒有這些飛魚 X-Men沒有什麼規則 沒有辦法 他不可能突然有二種人在日本出現 這些傢伙會被Vulmarine告慮不負 而企鵝吃魚的能力 又奇幻一點 和Vulmarine的超能力 物理性的超能力 明星探幕孫子 你不敢說今年要耕助我 因為他一定會告你 如果你說的設定很接近Maffle的話 Maffle是絕對會告你的 其實我覺得他會像是 絕對可憐少女 因為他定性的組織 也有點判多拉的表 其實他不同 其實他走的時候 有一次 Maffle Professor X 那面 和 智力王 那種正邪對決 因為在絕對可憐是另一種 有什麼Professor X 會不會是因為 那個機友 兩把刀的組織 暫時一開始的時候 一會兒看見他女子的樣子 即是看不到海甲的樣子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第一集的編排不同 第一集的編排是 數字裡 是 直靈的介紹 不是 把最後的大戰 他對教授 他有個教授 反派帶出來 但是 十女前來奇 和他完全不關事 大家不要讓第一集分 一定這樣說 如果你不放在第一集 如果你放在那一集 即是把最後一集 放在第一集 以頭幾有那個悶法 是吸引不到人 但是 他一開始 放在這樣的 所謂高潮 反而更加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坦白說 Sero X那班 警方的小隊 和他的漫畫 很沒有關係 尤其是他要強行去把 其實我忘了他的名字 二次潘多拉的組織 二次潘多拉 他逐個被 白色頭髮少女打扮 但白色少女 他沒有活用到自己 穿透寫明的能力 那個第一集 你介紹也成為不到 潘多拉是另一件事 所以說他不同 就是 潘多拉只不過是 那段時間的大反派 而且這個故事 其實是分開幾折 一開始 有個神秘人 將那些金魚到處放 將那些千項力賣給人 那三集的黑幫 根本是關於潘多拉 沒有關係 所以他不是 只不過是要用 超能力自己對決 就是還在帶著故事 超能力自己對決 他本來是超能力 所以就是X-Man 他敢不敢說 操縱天氣 你們特別放開操縱嗎 操縱 令我聯想不起X-Man 為何有心靈感應 都做不到領袖 男女主導是開開心心 由東京太郎 去統領的一個開心的俱樂部 暫時沒有什麼組織性 我對他的故事其實沒什麼期待 是的 為了他結尾的裸體 全裸奔跑 我會追看下去 應該進入合體 信長協奏曲 我頂你的廢話 又是公義珍守做信長 又是忠祐去拍他 沒有機器人 沒有問題 現代少年 回到過去做了歷史人 大佬啊 你玩了多久沒玩這些計劃啊 之前的信長協奏曲 這件事他還用垃圾 職員信長協奏曲 太高顧他 這個是富士TV他做的CG動畫 富士TV你想他做些什麼 出來給你看 他的日劇都是這麼壞的 當然就是 這個三郎 突然回到過去 跟真應的職員信長 交換新返 根本做了職員信長 是的 這些計劃是爛到不爛的 尤其比之前職員信長 這個更加垃圾 因為職員信長 我很清楚 他都簡單告訴你 現代的信長野望 玩家回到過去 如何改變歷史 第一就是 孤中生出現時空 大哥 你夠了嗎 真假信長 看來真信長 想阻止他 竟然會成為 本能子之變 就是殺他的人 這樣會不會是牽強的事 他已經無視了很多歷史的事情 不是啊 他一開始還在說 他小時候 剛剛懸伏 那麼明清的信長 又怎會去到 那麼後果本能子之變 沒有啊沒有啊 現在這樣做 你有看完作嗎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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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才剛說 情能道三死亡 有牌 但是這套東西 證明到 公義的珍守 跟庭野寧有一個 共通的特殊才能 特殊技能 就是 他能夠將所有作品 同家星的層級 從全身拉低 至少半個grade 他可以增水樹內裏 水樹內裏 一般狀態已經不是很高grade 如果他不是附身的話 他增水樹內裏 起碼拉低一個grade 終始要拉低兩個grade 你都可以了 就是這樣說 你還是做變態佬 恭喜珍守 你還是做VL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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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會紅 10年前的口味相對來說會比較適合這類型 即是那些 幻想世界 男主角的特殊能力 一大秋和西卡龍時差不多 都是那類型的 對我來說賣點就是 一 這套東西的男主角是古川鎮 經過青春幾行之後 我對這位新人男星優的評價 青春幾行 青春幾行 我對這位古川鎮男星優的 新人男星優的評價是幾高的 我覺得他是 會計公本信念 那幾個 即是打氣之後 是有潛式的成大氣 因為我認為 馮馬良泰 那幾個是成本大氣的 什麼馮馬良泰 成天界人那些 就算吧 成人作物都是 花的夏色比較好 從江精成 比馮馬良泰 好過馮馬良泰 那女主角就好像是木胡依吹 是 一個被受力榜 我認為她是 主角氣場沒有那麼厲害的 游牧壁 這樣呢 可以看剛才那套 東京ESP 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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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胡依吹 她沒有 好像游牧壁那種 一出來 整個氣場去到她身邊的感覺 她比較低調一點 現在我覺得她的技藝 她不太懂得去和別人相配 有一點點令我想起 出道早年的 鄭翔馬良 她演得很好 但是自己個人演 跟別人的交流 即是她跟別人的對手 互動 你覺得是沒有互動 她自己去演的 這是經驗問題 加回阿伊 另一個是比較 麻煩的 我在現時演義 聽過演出 但不是一般 跟著還有 掌聲回來好像有 有什麼 然後做學員長就是 中原馬依 大致上這套 可以黑體的 怎樣都比同志劍的 這套還要揮 好像IS 對呀 因為就是一個 都說IS 唯獨是她 甚至乎她有魔王的存在 不同勢力的女主角收回 都說了 IS交卓眼之夏娜 再交飛彈之阿里亞 再交一大堆 中十年就很新鮮 他們的人都會讓她算得到 這是買了AZ 這樣去的 不可能跟新鮮這兩個字掛到歐 這些 這麼老土的構成 十年前就很新鮮 但十年後經過看過這麼多東西 十年前都不會新鮮 尤其是經過這一段 大家已經習慣了 就是什麼 我是主角 我很厲害 那種動畫主角 所以 所以 後宮男主角就開始 比較發美 大致是這樣 還有什麼 沒有說話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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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套叫半熟 半熟哥基 但是我找不到片 沒有啦 我沒看過 總之 要講的都講完了 下個星期回來 我們可以 正式清一下上季的片 對啦 OK 那明晚動費 你有什麼要說的 當然 當然是抽策一下官方活動 香港動漫電換節 2014 不一定抽策 不過我覺得沒什麼新意 可以賺 你有東西賺嗎 不是啊 賺得我 那就對了 沒有東西 那就對了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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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